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以Goodness 计算 那你就突然知道圣经里的主要是什么 如果以Goodness 计算 举个例子 为何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多于其他国家 因为你的国家对你给了更多Goodness 多于其他国家 无论你的国家多落后或什么都好 所以你现在明白黑衣人那群死定了 因为他欠了香港多少 他欠了多少Goodness 香港就是他的三下来 你试试那群人在印度出生 连厕所都没得过他的家 那种繁明的生活 什么都没有 卫生都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你会懂得分立 好了 为何我们要爱群体多于爱个人 我们爱国家多于爱群体 好了 另外 但为何圣经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因为如果以神的国和国家比 天国是有更多Goodness 对你来说 这个原来第二届命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未富足的时候 你未必有能力去将你的祝福 或者是还你的债 但是如果你有能力去还这个债 或者你已经富足了 你要想回 找回那些人 然后呢 因为那些就是你人生的撒玛 这个就是第二届命 也是因为这是第二届命 所以你才能够有机会明白第一届命 第一届命就是什么 第一届命就是爱神 因为它是宇宙里面最主要的Goodness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当时我说这个Goodness 没有用这一段经文 但是用这段经文给你知道 这段经文就是说出真正的含义 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轮射就是Goodness 主要说就是想解键一件事 就说轮射就是Do good to you 就是说在信仰上你欠了它 所以我有时候都说 很多人走啊 你学生你欠了 已经教你一条命了 他们这样地位 明知说谎 他都要这样决我们 你能够想象 那些人还要接触他 谁碰谁就死了 因为他们直接是敌党最大界面 那就是枉为人 但是现在我们附足了 神其中一个考验就是 我们懂不懂得去做这件事 就是你的人生 是你有你的轮射的 但是轮射是Goodness 你人生里面 Do good to you 不是那个法利财人 不是利美人 是那个三下利亚人 他曾经在生命当中 可能就是你受伤的时候 你软弱的时候 你穷的时候 你有缺乏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会找回 就是找回一些我学生的时候 帮我 祝福过我的 我有能力 那我就会祝福他们 我会看看他们的光景 我能不能帮他们 就是这些你越附足的时候 你越在这个方向想 才行 因为当你这样 以Goodness 这个做 你可以将你人生当中的先后之序 去定 所以为什么你就明白 用这个经文 其实没有明说 因为主耶稣基督当被提之后 没有明说 初期教会 你真的要爱教会 多过爱罗马政府 他们明明他不用明说 他就凭这段经文就知道 在他们人生当中 天国是比当时罗马的政治重要 因为天国就是最多Goodness 所以先求神的国 就是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段经文 这一点要补一下 在附足之后的生活里面要知道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 先后次序那种分 所以仍然就是说 如果有人已经堕落 已经成了 其实你根本 亲戚都没得做 应该 因为他没有Goodness 甚至他会是一种病毒 你都这样做 你正在挑战中 圣经里面 两条最重要的解明 你正在挑战中 因为那个绝对 那个是你亲戚也好 好了 但他不是你轮舍 你已经不可以去爱他如己 你不可以 你没有资格去爱他如己 你有没有想过 这段经文讲 因为他不是轮舍 你爱人如己 你就说得出 是吧 但他说爱轮舍如自己 不是爱人如己 所以开头可能听 不是爱人如己 为什么现在不好 现在你就知道 因为那个人 一定要等于Goodness 才行 所以这是用轮舍 所以整件事 你才明白 整个信仰 其实是神一种设定了 你现在这样想 你就明白 石安这么多年 都在做什么 我们会爱那个人的Goodness 就算给多少代价 但如果那个人 所谓有理想价值 但他没有Goodness 我们就不敢碰 不沾染他 因为圣经没有命令我们 去爱他 甚至我们不可以爱他 我们只能够爱的那些 是轮舍 这样才行 现在我们最重要 是怎样大把轮舍 我们互相祝福 那这个就好了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介面 但当我说完之后 你就发觉 哇 历史上似乎很少人 选择得明白这一段 其实在说什么 是不是 就是几封狂 这么简单的经文 你直接不知道 精意在哪里 很多时候 你只是看机要 很多时候就是这些 就算是怜悯 那些人都已经没有Goodness 他也是敢操作 所以他不知道 神不会再敢 给祝福 给付足 这些人 因为 你把这些钱 把这些帮助 给了那些没有Goodness的人 那神是不会接受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人 看不明白这里 为什么我看得明白呢 就是因为我有神的性格 所以我看就会看得明白 但是 你以前看这些经文 你看不到原因 就是因为你报神的性格 去看这些经文 那我现在就可以解到给你看 不是 就是原来神的性格是这样的 但是你想回 你看看这些经文 你会发觉 这个就是若华的性格 是的 我几十年都在念面前 就是做这个性格 比如像我们教会当中 有些领袖的子女 我一直不让他回来 是不是 他觉得很绝 但这个就是我的性格 你不能够说我错 因为我一定对 所有说我错的人 他们都错 并且他直接挑战中 圣经的第二个解明 圣经的第二个解明 《路加坊》第十章 第三十六三十七节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个是落在强道手中的轮舍呢? 他说 是念吻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